最后是我们整条生产线的一个接线 然后我们这个外壁主机中需要接线的位置 有这些 这两根通信线 其中一根是存音机拉过来的 存音机拉过来的一个通信线 然后一条是内笔机拉过来的通信线 我们把通信件接好 接接好插头 然后插到这个PSC上面第一个插孔的位置 然后这一条 这条线是存音机的电源线 存音机的电源线是三火一零 三火一零我们接在三个火线排之上 我们把零线接到这个零线排上 我们存音机上面总共有五条线 是和外部的连线 其中这条通信线是主机外壁机的通信线 然后这条是存音机电源线 我们连接到主机那一块 这边我们把三根火线接到存音机这个空开上面 然后一根零线 我们接到这个零线排上 这边三根线是七灯柜里面的三根线 其中一条4×0.5的线 是七灯柜里面两个电磁阀的线 然后这两条3×0.2带屏蔽层的 是七灯柜里面的比例阀的两个线 七灯柜里面是三条线 这三条线是从存音机里面引过来的 这个是4×0.5的两个电磁阀 其中一个电磁阀是加层器放弃 这个是定进到真空 然后是3×0.2 3×0.2的线是带屏蔽的 然后我们是一个内层器比例阀的线 还有加层器比例阀的线 我们这个线可以看那个存音机电柜里面的图纸 上面进行接线 内壁机当中有一根通信线 是从主机外壁机然后拉过来的 然后我们接好之后 我们接到内壁机PSA第一个插插孔的地方 这样接上去